明天是和你在一起 明天是和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忍辱慈悲 断除称慧 当愿众生 所有老人 所有病人 所有精神患者 业障消除 身心自在 所有万幸祖先 所有万幸出现 永离山土 同身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 院长 我们叶玉玉 院长的慈悲 好 请大家放长 那在苏圣的姻园 今天大家 来到 赐 山娘 老人院 然后 刚刚刚我们院长 赐 我们会叫的宗教平等 这个是一个包容 因为 生命共同的目的 就是不要痛苦 特别到了 病 老 死亡 这三关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边 随喜我们院长的大慈大悲 鼓掌 老实说了 我的母亲刚往生六十几天 所以在最后的那段时间 我有机会在旁边照顾 但是他 原籍的时候我不在 但是我觉得 要照顾一个老人 真的很困难 全家出动 但最难的就是感情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会对自己的家人 不忍他受一点点一点点苦 就是希望他 既然要走 要没有痛苦的走 好在我们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还知道说 死亡还有另外一个生命 而且我们还认识了阿弥陀佛 只要老人愿意念阿弥陀佛 他只要相信 他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那今天我们 有特别到我们院长要开的一个护生园 那这个护生园就是要保护生命 就像那些要被杀的动物 如果没办法自由野放的话 那你就要养他了 譬如流浪狗啊 牛啊 羊啊 还要被杀 能够去救护他 所以为什么 因为对佛教来讲 生命平等 所以我们放生护生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给更多的老人健康平安 精神安定 我们照顾老人病人的功德 那也可以回向给这些动物 来这回向 来来 回向马来西亚 回向世界各地 所有老人病人 离苦得乐 所有往生老人 中华民族 万幸祖先 世界各宗教各民族 万幸祖先 同享功德 同成佛道 所以我想 我们修行人在这个世间 有两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 就是要累积帮助别人的福德 就像院长 他就是因为过去是有福报 所以 他可以盖十六间房子 他说一年盖一间 那现在他才过三分之一 接下来他还要盖十六间 再盖十六间 喝起来四十八间 就成为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就要活久一点 就像人家跟我说 海盗老师你要活多久 我说我本来活到六十岁 现在计划改变 因为我很多事没做完 所以我还要多活三十年 然后我才可以继续努力 所以以前我不想活那么久 因为我觉得人生六十岁都开始老化了 赶快走了 但是现在想一想 不行 人不能太自私 我就还没有开始做了 我连一个老人院都还没盖好 所以 然后 所以我要再努力 所以他们隔西每次见到我 都跟我修长寿法 然后我就问老儿子 修一次多活几年 他说大概三年 那我要多 我要修十次 我才可以多活三十岁 他们现在已经帮我修了 每次都在美国 在印度 在台湾 每一年 他们就有很多上师来帮我修长寿法 就是海盗法师 你不能死 那这样我才有福报 累积成佛的质量 广结善缘 所以我想我们已经了解生命意义的人 活在这个世间有两个 刚才讲来 对外的福德 对内的智慧 也就是说 学佛有两个 第一个就对自己 不要让自己再痛苦了 只要你有感情 你有欲望 你有恨 这些贪嗔痴 傲慢嫉妒 这种种的心态 你永远很痛苦 很痛苦 甚至我们很怕这个身体生病 这个也是痛苦 就执着身体是我的 很怕死 所以学佛一定要让自己有能力 这也是佛陀讲佛法的目的 来 解脱生死轮回 解脱生死轮回 所以我们的生命会轮回 会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造业 只要你有业障 你就避免不了 三业三宝 升天 二业二宝 下三二道 只要有业 你就会轮回 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修静业 千万不要修不清净的业 不清净的业 就有不清净的轮回在六道里面 那如果静业呢 这个静业会让你去极乐世界 那你将来乘院再来 就会跟院长一样 开老人院 开孤儿院 开护生园 修静业 那这个静业就是要 累积成佛的资粮 但是呢 有了业 你就会轮回 那业从哪里来 业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烦恼 起心动念就是烦恼 放不下 执着 会爱 会恨 所以我想各位每个人都有爱的东西 我爱漂亮 我爱衣服 我爱儿子 我爱面子 我很怕死 那这个是你的目的 你要抓到 如果这些对自己的断烦恼的智慧 没有得到的话 那你拥有全世界的皇帝 金钱 那有用吗 就像上帝 一皇大帝 他做的天地很大 但是他的福报享受完了 一皇 释迦摩尼佛前面六个一皇大帝 都下地狱跟上额道 释迦摩尼佛前面的六个皇帝 六个一皇大帝 那释迦摩尼佛再是这个一皇大帝 因为他听了佛法 归一三宝 护持佛陀 所以呢 他一皇法帝福报享受完了 他继续升更高的天地 后来发普利心 因为他听到佛法 所以佛陀都把他前面六个一皇大帝 为什么做一皇大帝 的殷跟一皇大帝三千六百年福报 三千六百万年福报 享受完了 有剁地狱的 有下畜生道的 有做鬼的 跟大家说 所以连一皇大帝都在轮回 虽然余皇大帝有九十一亿个太太 不得了啦 谁喜欢谈恋爱升天去好了 所以太快乐了 但是这个快乐不究竟 上帝更快乐 连太太都不需要 你看多快乐 上帝没有吃的欲望 没有男女的欲望 但是他还有执着 我是上帝 他享受最好的音乐 最好的景 就像各位去阿尔卑斯山啊 去太平洋这样享受一样 享受最好的景 但是毕竟还在轮回 你到了最高的无色界天 寿命可以到八万大节 安住在那种平静的状态 但是八万大节过去了 直接堕落伤额头 又要轮回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有我执 有这个烦恼 造了这个业 善业升天 恶业下三恶道 三善道 三恶道 这个叫善业跟恶业 那你永远在轮回 所以也唯有 你能够得到智慧 什么叫智慧 来 空性无我的智慧 那如果你有这种空性无我的 波日心经里面说的 六祖坛经里面说的 你才可以停止轮回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为了这两个 而愿意往生的 你往生极乐世界 可以得到这两个 对自己的 证得无声法忍 对 你 不会在其心动力 无声了 对 所有的变化 你都可以安住 在无声无灭的心态 这就是各位念的心经 不声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的 极净的空性的心态 这是到极乐世界 第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对外 为什么 所谓的菩萨要成佛 他不是为自己 得到极净的 菩萨是要 所有众生 皆得到极净 皆成佛 这是菩萨唯一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都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没有分别的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六道都度尽方尘佛道 这是每一个佛菩萨 都共同的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 在受苦 在轮回 菩萨的轮回 永远不会停止 这个叫众生借尽 我愿乃尽 普贤菩萨 众生有多少 夜有多少 虚空有多少 菩萨的愿都不会断的 他一直要 一直来度众生 所以 学佛教为这两个 那如果你往生了极乐世界 你就可以满足你这两个功德 正的无神法人 以及对所有众生的痛苦的大悲心 永不退转的要去关怀他们 所以 所以 我愿意 看你 我可以